欢迎来到Ben Physio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脊椎侧弯 脊椎侧弯 所以今天会有两个video 第一脊椎侧弯的形成 和第二脊椎侧弯物理治疗是怎么样帮助的 好脊椎侧弯到底是什么来的 脊椎侧弯你看X-ray 或者你看一个小妹妹 通常是小妹妹 你会发现他的spine不是直的 从后面看他会是弯曲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发生呢 因为当我们在长大的时候 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我们的右边和左边的肌肉 一个会比较发达会时常用 一个反而会比较少用 比较没有发达 所以慢慢的渐渐的 这些发达的肌肉 会把脊椎骨向一边拉去 右边会有拉右边的 然后左边就变成没有力 然后去到下面 左边的又会比较有力 把它拉去左边 所以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一个X-curve 然后第二 右边盘骨的肌肉如果是比较发达 它会把你的整个盘骨拉上来 相反的左边的盘骨就会拉下去 所以你会看到 或者这个脊椎测弯的人 会有这个长短角 OK好 脊椎测弯通常是在女生 小妹妹会比较常出现 男生也是有比较少 OK通常是女生比较多 而且是在7-8岁以上 到12岁13岁 这个时间是最常见的 好我下个video就会告诉你 我们是到底是怎么样做治疗的 然后这个video我们只是解释说 这个是怎么样发生的 好吧